台北市警方在跨年夜一间摇头夜店呢 查获了80位的五克疑似吸毒 起出了K他命摇头丸等等的毒品 一共带回了170人来征讯 其中呢还包括了这个曾经代言反毒的艺人罗百吉 当时他否认吸毒 但是呢这个检验报告呈阳性反应 也就是说罗百吉有吸毒 跨年夜警方领检夜店店内170人 疑似嗑药被警方带回征讯并要求验尿 其中还包括艺人罗百吉 当时他否认吸毒 但是结果出来了却差很大 就是没有使用毒品 跟我之前说的一样 我以前没有 现在也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说自己还是反毒大使 对于尿液成阳性反应 罗百吉说自己到三间医院做检验 报告结果都是阴性反应 自己绝对没有吸毒 他强调男子汉敢做敢当 要是真的有吸毒 就会像郑敬一样出面道歉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出道多年还曾经在台湾掀起一阵嘻哈风 罗百吉近年改完电子乐 在夜店播放也有固定的粉丝听众力挺 但如今咽尿结果出炉 呈现阳性反应 罗百吉可能面临2万到5万块不等的财阀 还要参加6到8小时的讲席 罗百吉热毒风波 让他的演艺之路再度蒙上阴影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导